大家好,大家英兵組評又回來了,上個星期 skip了一個星期 因為沒有唱搞體波活動,因為台慶上個星期 今個星期又回到體波活動,今個星期選了一場星期日9時的賽事 就是紐卡蘇對熱刺,也算是爭下前四,因為熱刺也算是有機會,因為紐卡蘇今年異軍特起一直保持著 其實紐卡蘇現在入前四的機會,即是下架打入歐聯 紐卡蘇多久沒有入歐聯,以我印象中還是曾奧娜的年代 更長過阿仙奧很多,紐卡蘇打入歐聯 熱刺好像是最接近,但其實熱刺也很差 不過接對碰六分球來回的時候,戰意應該會強很多 所以簡選了這場星期日晚上9時的時間 紐卡蘇對熱刺就是搞體波活動的 報名就會在資訊欄有連結 所有東西都跟之前一樣,有食物飲品,當然是小食 歡迎大家報名,回顧這個星期的賽事 我自己看了幾場,有看到星期六晚上車路士和熱刺 剛才繼續說熱刺,熱刺竟然在主場被班尼茅夫反勝 這場是看最後的,因為本身看車路士,車路士都好看 因為車路士對白禮頓,白禮頓好看 看白禮頓按著車路士來打,打到車路士 因為我都不覺得他追得回和的時候 最後見熱刺,那邊追和 再看最後,怎麼知道這麼好看 最後本尼茅夫再次領先熱刺 這樣就贏了3比2 其實對本尼茅夫很重要,因為本尼茅夫好像 這兩周都得到分的時候又跳上去 對熱刺的打擊就大了 因為熱刺本身其實他差4已經是下風了 因為他排第五的,但你現在這樣輸給一隊 潘利茅夫的時候,他現在是打多一場 但都還落後勒卡數3分 甚至落後勒卡數給萬聯6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萬聯也挺穩固 我之前預測的萬聯勒卡數都穩固 因為熱刺真的挺海鮮的 你上星期看他對潘利茅夫這場 看了上半場的時間 看熱刺領先的時間 其實是覺得熱刺也有主場 其實都好像挺穩固 因為潘利茅夫今屆看他幾場 其實他的板斧都是比較直接的 不是很多組織 主要都是打直接為主 通常這些球都是為你一路贏不到 一路禍住 你讓他刺到一球 你就難踢一點 其實潘利茅夫對阿仙奴那一場也是這樣 阿仙奴一直打他不進 他很簡單的攻勢 進你兩顆 那就難踢 阿仙奴難踢 雖然反先 那一場 熱刺領先 其實應該挺好 誰知道 又被梁瑅夫追和 然後再反超 下半場一出來就反超 所以其實熱刺 我覺得都保持著不穩陣 可能之前因為球員和領隊不和 就是我所說的 他就說沒有 我覺得乾地和球員不和 其實都很合理 都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中 他和球員不和 現在乾地又沒有做 但是球員出來 其實都好像患得患失 是因為上屆我孫興文很適合 上屆我完全不需要思考 就是哈利簡尼加孫興文 兩個去搞好所有事情 是不是 那你今屆 叫做整個領軍 整個祖軍 你買了柴利神回來 就很明顯就是想 可能輪門方面有些 或者再加多一個有實力的 哪怕是誰放下去 正選都不是說差那麼遠 正選後避過分野沒有那麼明顯 這樣的時間 令到對球好像還沒有那麼好 當然烈柴利神踢得不好 烈柴利神 這屆就少了很多出 孫興文也不好 連大於我覺得哈利簡尼 這屆都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變相就好像哈利簡尼 都沒有什麼續約的問題 因為要走其實都走了 現在很明顯是走不了 這一刻如果再要走 雖然全萬聯是會買一刻來選擇 但是其實我覺得 前幾年都走不了的時候 其實再要走是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二次想賣去套現 二次覺得不需要他 或者賣了去覺得價值更加高 再培養另外一個 或者再買其他新星回來好像更好 除了這個原因 要不然其實都 就是哈利簡尼 應該都會留在一次 就是我個人的感覺 但是整隊球出來 其實都很不穩 這個也是幾場對二次的感覺 就是他好像對球很容易 有些位不集中 當然這個攏關事 我自己覺得其實羅里斯 其實早幾年羅里斯一直都是這樣 哪怕於是說法國拿世界杯那一屆 決賽是因為神祖領先著克羅地亞 羅里斯可以犯錯誤 是回傳給他的時候 他扭球還是什麼 踢了給我記得好像是貝利錫 然後給克羅地亞追回球 羅里斯是輸這些的 所以其實羅里斯一直都不穩 即是他不穩的感覺是 有些球你覺得以這些級數的龍門 是應該要救到 應該要拍到 他會不知為何跌不到 或者在腳底的位置就漏了 有些你覺得他應該可以接受 他又拍出來危險地帶給別人收拾 其實羅里斯也普遍看到這些 早派好像見而似是 有用下一個後備籠 即是用下一個二號門章 是不是廢紗方士打 我記得 好像用幾場廢紗方士打 我想二次換位 發覺羅里斯真的有問題 其實羅里斯要換 而且其實羅里斯很老 又用回去 但羅里斯真的不行 這場球我沒有記錯 這場球我沒有記錯 本尼盲夫好像三球都是射龍門的左下角 不知道是不是有研究過 我沒有這些數據在手 是不是研究過羅里斯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是一個弱點 還是 不過其實我也覺得不需要特別看羅里斯有什麼弱點 其實羅里斯我覺得中籠也有些感覺 有時候也不用寫得特別什麼 早幾年都覺得羅里斯有時候一兩場神經刀 所有都夠了 我覺得這幾年都沒有 這一年都沒有這些 就是一個比較低水平的競技狀態 羅里斯出來的 所以令到熱刺 整隊都不是很穩陣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都挺看探熱刺那個打入歐聯的機會 你不是說曼聯 曼聯很明顯 也都這麼說 曼聯的重心應該會放在足種杯那裡 也叫做有杯 去打合前四其實都應該不算太 留在前四應該不是一個太難的task 因為去卡斯米路又差不多又來出得回 之前又說沒有卡斯米路 要留在應該不難 紐卡斯很明顯這一屆很強 整隊很硬 你看過幾個中前場很硬 雖然這個星期不知為何被維拉打他三球 別人說維拉轉了艾美利之後好像厲害了很多 我覺得維拉好像很一般的 保持著多些球員出來 但是又很健康 不知道是不是 你知道英超有時候連贏兩三場就說他很健康 但是下場又被人急爆 因為每一隊都好像差不多板斧 都扭回不上競技水平 沒有哪一隊特別差 所以你說熱刺上前四的機會 我覺得還沒有 看下今個星期他真的硬砍紐卡斯 我自己覺得其實砍紐卡斯 紐卡斯真的相對今年實正很多 整隊球硬正很多 包括他的中前場 還有左亞靈頓 左亞靈頓 我覺得左亞靈頓很健康 我自己覺得他的中場位 再加上亞美朗 亞美朗 最近亞美朗淨了一些 但我覺得其實也不是太靠亞美朗的 其實這個紐卡斯的進攻 我反而覺得其實他是挺靠查比亞的 出球是挺需要的 我覺得紐卡斯可能很多人沒有太多看 或者你的印象可能是深入斯文會多些 但我覺得其實也不是第一個選擇 當然你有一個這麼扭曲 喘腰力這麼強的球員在那邊 當然是一定是好用的 你說拿著球的飛來飛去 人家後防一定會有機會出錯 因為他肯撞過去 肯衝過去肯撞過去 他就自然有機會 有機會人家會犯錯 但我覺得這個重點 其實都是擺在查比亞的出球 或者查比亞的割球 當然你知道他們是殺死 紐卡斯也特意是因為這樣 譬如他用 他有隻左閘 明明是中堅 很高的 他特意放在左邊 就是希望進攻 可能你死球的時候 進攻的點 多幾隻 其實之前的人很多時候 為什麼打三中堅 就是你很多時候罰球出來的時候 或者死球的時候 會多一些中堅 單欣 就是那些左閘 單欣很高的 紐卡斯整隊其實都很穩陣 所以我覺得我是挺看淡熱刺上前四的機會 雖然紐卡斯大敗 但是以今屆這麼硬 我覺得紐卡斯要回復都不是太難 對比完熱刺之後 我覺得更加糟糕的當然是車路士 我自己覺得車路士應該都還沒到他 除非下面那些全部都得分 但其實現實情況是不會的 就是你綁尾數 綁尾數下來 就是八對九對 那不會八對九對 同一時間得分 只有車路士失分 那下面那八九對 同一時間得分的時候 或者拿三分的時候 變相綁手的全部失分 輸了給綁下誘 那未必的 而且他們也互對 所以我覺得車路士在數字上好像有點危 但實質上其實應該就不太關他的事 但是白禮頓很明顯 其實我自己覺得白禮頓也不是太高機會去爭前四 我之前上集也有說過白禮頓 其實重點都應該放在竹種杯裡 他這個星期就會硬撼曼聯 白禮頓硬撼曼聯 但因為可惜竹種杯 我暫時都不知道哪裏能播 本來想著如果看這場都合適 看看會不會轉 這個就聽我們更新的消息 如果我發現到哪裏 不過那場開球的時間比較辛苦 那場開球的時間是11點半 所以其實我也不太想 星期日這麼晚 還要看完現場廣播回家 我覺得是有少少辛苦 所以應該也會選擇 9點看熱刺對紐卡蘇 看完11點都合適 在一些時間上 回家充個量 然後再看曼聯隊白禮頓這場 但白禮頓這場 我會覺得其實車路士 都很明顯是不夠白禮頓的 上集的時候都還沒有說車路士 是找林柏達的印象中 我覺得我那一刻的想法就是 是不是林柏達 好像也有說 林柏達是不是給錢回去教的 正路車路士怎麼會給錢 去請林柏達回來教的 我覺得真的很匪夷所思 但林柏達連愛華盾都帶到這樣 你叫他回來帶車路士 明叔就可以了 不是吧 沒有領軍能力的明叔 都不是找他回去領軍 還是車路士覺得沒什麼所謂 隨便找那個人攝著頂 找一個座教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的座教都是這樣 不用特意找林柏達 那你這幾場 你就可以看得到 林柏達的領軍的能力 是真的完全不夠白禮頓 白禮頓整個形狀 我會覺得真的成熟過去 狀態絕對比車路士好 車路士是賦予橫抗的 車路士好像比白禮頓打得散散散的 這個在比數上其實未必能反映到 雖然白禮頓也是謹勝2比1 在比數上面就叫做 但是在射門那些 我記得白禮頓是真的 挺完勝車路士 因為白禮頓這場 我看的紀錄是 差不多20次射門 車路士是少於10次 車路士主場 而且車路士的line up 也不是很弱 也不是完全複選 白禮頓還要有後顧之憂 當然是下個星期 白禮頓的重心也未必是聯賽 雖然車路士也不是 但是白禮頓每個球員捉下去 白禮頓還要很早傷了幾個主力 這場球二十幾分鐘就傷了中堅的偉文 然後39分鐘就沒有中鋒的佛格遜 就算這樣換了出來之後 其實白禮頓出來 你會覺得他沒有什麼跌 甚至不知道是否因為車路士 真的踢得很差 白禮頓是越踢越有的 追和 下半場就是一個世界球 那個新球 那時候還是70分鐘 但是你會覺得車路士 好像沒有什麼能力去追 因為整隊球的組織都很散 前面你看到光蘭加拿加 一個好像自己走來走去 然後最後換了蝦子出來 蝦子就不知是否太久沒有出過 很想表現一下自己 好像都很獨立 或者沒什麼跟隊友去配合 光蘭加拿加就自己一個衝來衝去 跑來跑去 然後另外烏克蘭的翼 那隻 他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他譯名叫什麼 應該是梅迪力 我想應該大概都是這名字 他都挺個人踢法的 很自主 好像跟對波衛完全合不來 所以車路士出來是很差的 那情況 我也覺得應該林柏特短期內 以我對林柏特的能力的感覺 他應該都是處理不了這些 應該就不行 也都不覺得林柏特有什麼戰術是拿手的 林柏特我覺得都算是一個比較新的教頭 可能你真的要找一些安插樂題 那種系列 那種系列 也都這樣說 歐洲只有安插樂題一個 你數到這些系列 安插樂題的系列 只有安插樂題一個 沒有第二個 所以車路士的問題也都不容易去處理 所以應該這一屆都暫時是這樣 也應該要等到下一屆才會有一個比較理想 或者明顯的處理 你這場是 你見到他用史達來打中鋒 那我是覺得都挺差 這個感覺 整隊球 如果你是車仔的球 不然你是更加整隊球 不知踢什麼 作為我這麼多年阿仙奴的購迷 去到這種感覺 就盡量不要看對球 個人會舒服一點點 就盡量過了 然後尾場就曼城 其實曼城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因為我看到曼城 十多二十分鐘 已經兩顆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棄權了 你不要靠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也很一般 那天直播 也有講過一下 阿仙奴對韋斯咸 我有印象的場球 雖然不是很細節的 要這麼看 都是阿仙奴的一個幾 網上這幾天很多評語 寫阿仙奴 大家都是當然灰 作為阿仙奴是球賣 你看到對球 連續兩場 都是在領先兩球的情況之下 都是很早階段領先兩球的情況之下 最後都是拿不完三分的 你可以跟他說兩場都是作客 兩場都是陣容不整 沒有那種沙里巴 主力沒有一個 我覺得其實在球員的心態上 連續兩場都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一個挺職業的球員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 心理上有些影響 你還要在領先 在積分榜上領先 突然之間好像沒有了優勢 這個對球員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是有些影響 尤其是對球員也有很多球員 沒有拿冠軍的經驗 這個事情我自己都覺得 從小到大我自己是一個迷思 有沒有一些球員 贏冠軍的經驗 是不是這麼重要呢 你經常聽很多球評 有些買回去 譬如說左真路有珍貫的經驗 拿冠軍的經驗 那會不會是有呢 其實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一群球員 你沒有想過 我覺得開櫃之前 阿仙奴自己的球員 都沒有想過是拿冠軍 我自己覺得我作為球迷 給他們的項目 就是希望進入奧聯 一個很合理的項目 就是不敢想像拿冠軍 到季尾剩下10場以內 開始像樣 有得想一下 跟著球員出來的集中力 很明顯看到是 堅持不了90分鐘 還要是領先 不是說 可能再之前那幾場 就是本身落後的 追和反超 那些反而 其實在心理層面上 是更加容易去處理 作為球員 因為我只是想一件事 我只是想要追 你今天 你在曼城的角度 曼城就是要追 我只是想 我沒有失分的空間 我就要追 但是有時候做榜首 或者領先 你要覺得 贏兩球 輸一球 都仍在領先 就是會有這些 很多時候 有些廣播佬會說 為什麼 領先著一球 是更危險 大家都是0比0 因為 集中力 沒有了第二個選擇 我覺得 作為球員 都是人 有這件事 想到很正常 哪怕是 連續兩場 都被人這樣追和 還要這場 中途2比1的階段 是有再領先的機會 就是沙家仔 又射失勢言馬 為什麼用個有字 就是再上一次 就是歐國杯的時候 對意大利射失 那迪達賽 我都有說 再給他選多次 都會找回沙家仔射 作為教練 就一定要這樣說 但是你說對球員 有沒有影響 我是希望 我當然希望 沒有 那麼你射失勢言馬 射失勢言馬 也不是說 當然結果論就是 如果射入了 阿迪達也有這樣說 如果射入了 這場球應該贏 我也會覺得是 我覺得射入了 整隊又不同了 突然現在阿仙奴有信 不會有問題 你突然射失了 那一刻 一時不集中出來 那一刻又被 衛斯咸很快 就直接追和 那一刻的打擊 應該是很大 因為上場對聯譜其實都是類似的 沙拉追回近比數 2比1的球 其實都是前場突然間 阿格里沙加在 不知道做什麼 無端爬下去阿路 然後兩個都黃牌 我覺得其實我在直播 就是我在直播說的時候 都說 突然之間 為什麼情緒要去到這部分 會不會令到對球 突然間的集中力會散了 事實證明是會有 就立刻又被沙拉追近比數 兩場球都叫做 帶不到那個領先優勢 下去下半場 就是帶不到我 拿著兩球回到更衣室 都被人追和 其實同樣的劇本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其實 對對球的打擊是大的 就是對球員的心理建設是大的 就是會 你會有質疑 其實是不是會有機會 優勢沒有了 我們還有一場要對 我們現在打多一場四分 我們還有一場直接對曼城 對嗎 有些人說曼城 櫃尾是瘋的 櫃尾是不會有失分空間的 你自己都這樣想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問 你說阿仙奴會不會去到 曼城主場 伊特克特球場 一分都拿不走 你不能這樣想 你作為球員 如果你是上把位 我覺得如果在一個 調轉的情況 在曼城一隊 怎麼說 拿錦標的經驗 這麼充足的情況下 他們未必會這麼想 但是阿仙奴 因為也是一隊很新的球隊 球員相對比較年輕 年輕的球員 就是會有一些 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看法出來 你說覺得整隊球的 競技層面 是不是沒有問題 兩場球 都是顯得出 其實是很短時間 當然順風球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打 但當年我自己 作為阿仙奴的球迷 我都是說 比如奧斯爾 我不評論奧斯爾 踢得好還是不好 或者怎樣 或者阿仙奴的球迷 對他的評價幾兩極都好 但是很明顯 他就是順風球王 就是踢順風球就沒有敵 逆境球的時候 就完全有兩個感覺出來 我上集說阿仙奴 或者之前說阿仙奴 其實你會覺得他比較少這些東西 因為阿仙奴 好像真的 我之前說 他有萬成的感覺 出來是 我就算落後 兩球都好 我有信心 我這樣踢 我就追和 回到你的 或者反超你的 那種球員的自信出來 而不是一落後 或者一被人追近 就跌了 但是這兩場 你看到阿仙奴 開始有了 追和 就整隊 可能大家都跌了 就算本身踢得銷 都開始有跌了 那這場球 他的陣容出來 就收起了施真高 就用了 我自己是挺喜歡踢下跌 但我就說 因為要踢這個方式 都沒有辦法 一定是施真高 那 我又 怎麼說 你說踢下跌 是不是踢得很差 又未至於 但是用施真高 又會不會好些 我會覺得其實都未必 因為 你上場看到對聯運譜 要跌窩的時候 其實是一起跌窩 沒有什麼分別 施真高 又未必去到 施真高 我覺得都是一個系統的球員 就是一個戰術部署的球員 但是你說 他一個是否心理的強大到 只有他一個不跌窩 還要求整隊球 很明顯 現在整隊球員 都沒有一個這樣的球員 沒有這些人 亦都這樣說 放壓現在球壇 其實都不是 我都感覺上 都好像沒有什麼 這些人 對吧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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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隊長 我們那時候 有機會落後的時候 其實是被換走的 你也都看到 你都感覺上 他還未去到那種級別 有些球員是不能換走的 哪怕對球領先 或者領先很多球 那些要休息的時候 就要 但落後的時候 一定不能換走的 有些球員是這麼指標性的 就是你要靠他 去頂住對球 那阿仙奴現在是沒有這些球員的時候 那我也不覺得 先進高 這場用他 或者不用他 或者換他出來 他會改變到對球 那這個是整隊球的狀態 或者是情緒 就是說 去到季尾 維持了這麼高狀態 大半季了 現在跌窩是不是不行 那我是很寬容的 我是一個很寬容的阿仙奴賓 我就覺得我給你的目標是前四 那你現在也九成九前四 下屆可以進回歐聯 其實是OK的 但你說有沒有這麼多時間 你會不會嘗試 難得這一屆真的有機會 其實我會覺得 他下一場未對曼城 會先對西藍頓 那對西藍頓這場是要有些東西的 如果對西藍頓那場也沒有什麼看 其實對曼城那場是不用看的 是完結的 玩完的 你沒有可能取得分 你對西藍頓那場也有些東西看 我還會有少少期望 你對曼城有得跟他爭 對曼城還要分心幾條戰線 起碼還有竹種杯和歐聯 你只是跟他爭取一場聯賽 一場而已 對嗎 以前的阿迪達對曼城是堆得死他的 杯賽一場過的都堆得死他的 就會希望這樣 所以你說阿仙奴這一屆我是收貨的 其實你能夠進回歐聯 其實已經很好 這麼多年來歐聯 你能夠進回歐聯 收入多一點的時候 祖軍又可以再鬆手一點 再多買一些人 但是這場是否失望 我會覺得尤其是又踢得這麼順 連續兩場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的失望會更加大 而且今季韋詩岩其實也挺不穩 一對球會這麼早被你領先於兩球 你同樣的情況 你看回曼城 曼城也是很早領先李斯特城 你的感覺是不用看下去的 你真的會的感覺是不用看下去的 但是阿仙奴就不是 這兩場不是 我不是說這季不是 這季之前他給了我 有曼城那種統治能力的感覺 但是這兩場突然之間沒有了 這兩場突然之間沒有了 那是個落差 是由上場 這麼多年沒有在利物浦 艾菲路拿過分 不是 沒贏過球走 這麼早領先兩球 有這樣的感覺 然後追回和 從那一刻開始 落到你 帶來這一場 同樣的劇本發生 球員可能自己心裡想到 會不會又被人追和 有12萬不會了 蛤 射失 那一刻他抵手追和 即是一個自徵的區域 你自己這樣想 就會自己應驗出來 這些都看到阿仙奴的問題在這裏 所以希望下場對沙南頓 就會反抵到 因為這場 我會覺得 就會決定下場對曼城 是要不需要看的 決定下場對曼城 是要不需要看的 這場還沒有 但是你說 會不會有些人不出來 會不會有些人不出來 你會覺得會不同些 那我大膽地說一句 是不是這個時候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佐珍奴 是不是要用佐珍奴 是不是真的有冠軍經驗帶出來 但是我覺得佐珍奴真的不是這些 意大利被佐珍奴帶得怎麼樣 是踢不進歐洲國家盃 不是踢不進世界盃 他也不是那一隻 就是對球頂的話 他也沒有什麼看的 他也一樣 那阿仙奴又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你覺得 喂 譬如沙卡仔 讓他休息一下 這場 射不進 讓他休息一下 讓他休息一下 又好像也沒有什麼 你讓別人出來 又都差不多了 是否會給李遜 對本利茅夫的一場射得那麼漂亮 最後那個大心臟 換一換這些 我希望會有這些 是不是 你看到主力那一班 在一個狀態 競技狀態 或者在一個心理層面上 開始有一點點受影響 是不是應該停一停 或者換一換 做一些適當的輪換 去令到對球 可以再有一個問題 其實踢球的事情很簡單 或者運動的事情 都是很簡單的 為什麼一場球 可能三分鐘五分鐘 少許東西 我也不要說 因為突然間被人趕過出場 突然間整場球 的情況不同了 都不是說這些 是真的 好像你上場對聯絡普 都是這樣 我直播的時候都會說 利物浦沒有東西看 不像追得回 一個阿仙奴的半失五也好 阿仙奴不集中也好 追回近紀錄二比 整場球都不同了 是完全不同了 競技的運動就是這樣 你也不要說一場球那麼長 你可能三分鐘 哪怕下場的劇本是什麼 阿仙奴主要對沙漫頓 沙漫頓半場領先兩球 下半場阿仙奴狂攻 反勝三球贏球 這些氣勢就可以帶下去 氣勢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記得我自己 對韋斯咸直播的時候 不要太早領先 阿仙奴 我有個感覺是太早領先 是頂不下去的 或者我下場對沙漫頓 一直狂攻九十分鐘 都進不到最後一球 或者很後階段才 破門 成功破門 小勝一比零 我覺得那樣東西 都很不同了 我希望是一些這樣的劇本 令到整隊球的狀態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整個季 其實你踢得這麼好 你的自信一定是建立了 只不過現在是 你也這麼說 你建立自信去到這麼高的時候 你一回答也回答到 去不上底 你也只差一點吹發劑 再踢上去 所以夏場對沙漫頓 希望可以看到這些 阿仙奴說得比較多 其實今集的狼也差不多 希望今個禮拜 廣播的時間 就希望看到大家 INFO留言會有報名 今個星期日 二次到紐卡蘇九點鐘的賽事 報名在INFO留言 今集的狼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